爱奇当家选秀节目《青春有你3》 经传遭大陆广电局停播 云竟然是因为目前排名第一的训练生 余景天遭网友爆料 他的父母涉嫌经营非法生意 余景天曾在南韩参加热门选秀节目 只剥20名鲨鱼而归 时隔两年参加陆纵《青春有你3》 连续多次排名第一 人气超级高 节目目前只剩下最后一次的决赛排名 几近前九就能成团出道 就在余景天再次踏上总决赛舞台前 所属经纪公司发表声明 决定退赛震惊各界 原来在4月29号时 大陆网友爆料余景天的父母开办KTV 疑似非法经营涉毒涉谎 随后一个微博账号发表了唯一一篇的贴文 自称是余景天的妈妈 澄清早就退出经营KTV 并且在2008年就把该公司的股份 全数转让出去 并强调针对网路流传的不实言论 介意委托律师处理 并积极协助调查 还原事情的真相 尽管如此 5月4号深夜 北京广电局直接下令爱琪 暂停《青春有你3》所有后续的录制 节目组也发文表示坚决服从 令粉丝震撼不已 而这起事件也引发微博上大量网友 批评徐前天以及他的父母 更要求他退赛以恃负责 直言不要毁了其他人的前程 请不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上 Lunara 从这ода民族都说完了 一下你 大家一起步 委屈 既